公正说 今年双城论坛的主题 寄托了上海与台北 对进一步携手推动 护台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 共同期许 也承载着两岸同胞 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 共同心愿 两岸同胞血浓于水 手足情深 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 是两岸民众的共同心声 我们将以更开放的姿态 更务实地举措 为广大 台胞 台企 尤其是台湾青年 在上海发展 提供更加有力的帮助 欢迎更多的台湾同胞 来大陆走一走 到上海看一看 我们相信民族复兴 国家强盛 两岸中国人才能过上 富足美好的生活 我们也相信 只要我们合中共济 共同奋斗 就一定能够共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美好未来 蒋万安说 这趟双城论坛之行并不容易 是在不平静的两岸关系下 找寻可以对话 可以共享的价值 任何一座城市都要赶上世界潮流 搭上发展列车 才可以为城市居民创造福祉 我们渴望在大时代里 把城市治理做好 但台北与上海的双城论坛 又不仅仅止于城市治理角色 双城论坛还肩负了两岸关系中 重要的关键性的指标意义 尤其在此刻 我们更要珍惜这样的论坛 务实的对话 理性的对话 诚恳的对话 在两地领导共同见证下 双方签署会展产业 低碳羽毛球运动 三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截至目前 双城论坛已签署45项 交流合作备忘录 主论坛后还举办了 数字经济 低碳永续 智慧医疗三个分论坛